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胡思雅奇长360 孙霞71 蝴蝶58 飞猎手21 潮汐112 中央巨龙1奇长370 孙霞72 蝴蝶62 飞猎手21 潮汐118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让五孙霞奇场向宝箱飞猎手 潮汐一字细声蝶蝴蝶 好,那我们这一批 还是来到荆州船右边的这个锚点 这里打开任务列表 找到威行任务 当森林不在意买 追踪目标 好,然后我们再过去 和NPC对个话 好,这样的话 我们开启了这个任务 然后我们跟着任务指引 那现在我们先来到 胡思亚左上角 这一个玄武之声副本门口 好,过来之后 我们往东方向 铁头边这里往上爬 爬上来在我们正前方 这里是一个银钉 好,我们来把 这一波怪清掉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金蜜起藏箱 好了,之外拿到这一个起藏箱 我们再往东方向 铁头边这里 继续爬上去 好的,那爬上来 越过前方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鬼来的 这个巨大的这个树根 好,然后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低脱右下角 这边 这里 正中间 这里有一个树桩 巨大的树桩 旁边这里有一个 檀檀菇 再上檀檀菇 跳起来 来到这个树桩上 这边有个炸药包 捡起来这个炸药包 然后转到南方 视角转到南方向 对方下方 把对面的金蜜给它炸开 接着我们再 直接飞到对面 这里可以直接往上爬 也可以在底下有 有檀檀菇 也可以跳上来 好,过来之后 捡起这边这个炸药包 然后往东北方向 低脱右上角 对面 好,把对面的金蜜炸开 好,完了以后 我们继续往对面飞 底下这里 还有这个檀檀菇 好,跳起来 过来拿到这边这个炸药包 然后在东方向 低脱右边 对面的 对面的这个 金蜜 给它炸掉 好,再继续往对面飞 东南方向 地脱右下角 这边过来 檀檀菇 往上跳 上面一个 精密起藏箱 有机会排场用场 捡起来这个起藏箱 再往西南方向 地脱左下角 边跳下去 好,那我们靠近这里之后 会出现这样一只怪 我们把这些怪 都给它清掉 好,那打掉这那只 最大人之怪之后 这边就出现了一个 潮汐之仪的奖励 我们拿到它 物物进行 拿到这个潮汐之仪奖励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 地脱左下角 这边这个 树桩上 巨大的一个树桩 从旁边的檀檀菇 跳下去 冲刺 勾锁上来 一个 浮速 其藏箱 抽外的时候 捡起来这个其藏箱 再往西北方向 地脱左下角 边跳下去 做任务 好,来把这些怪 都清掉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要我们去检查 铁龙 来 检查一下 好,这边 我们再把石条 转到西北方向 地脱左下角 这个胶囊房里面 调查一下这个光点 然后再回去 把它们救出来 好的,那我们这里 对话完之后 再把视角 转到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脱右下角 从这边走 好,这里走过来 这里有个石头 这个石头 我们站在石头这里 把视角转到我们的 西南方向 地脱左下角 这边路边 拿到空物 好,然后回头 把这个石头扎开 好,里面是一个 朴素奇藏箱 拿到它 好紧气 拿到这个奇藏箱 我们再往西南方向 地脱左下角 这边走 这里走上来 一个潮汐之一 我们来把怪清一下 好,切换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 有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这种南方向 就下方 这边 前方有一个 石头 爬上这个最高处 石头的最高处 一颗生霞 来拿到这颗生霞 拿到生霞 西方向地脱左边 我们低头 这里跳下去 下面这里 有一个细生蝶 来摸一下 好,摸到这个细生蝶 西北方向地脱左玩角 这边在悬崖边 走过来 悬崖边这里有五个罐子 给它打碎 好的,那这边出现怪 把怪清一下 好,清了怪之后 拿到潮汐记忆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 我们再把石脚转到东南方向 地脱右下角 这边 细生蝶 摸一下 跟着细生蝶走 好吧,把蝴蝶送到位 那送到位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地脱左边 这边 这个石头上面的树底下 树上有一颗生霞 好,拿到它 拿到这一颗生霞 我们再把石脚转到 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脱右下角 便跳下去 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仪 好,我们来把怪清一甲 好的,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友情拿到这一个奖励 然后再往东北方向 地脱右上角 东北方向地脱右上角 这边跑过来 这里又是一个潮汐之仪 好,我们来把这边的怪清一下 好,那我们清欢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之后 再往南方向地脱下方 这边直接走到悬崖边 好,跳下去前方 有一个细生点 过来摸一下 跟着它往下走 好的,给它送到位 送到位之后 在正前方 西南方向地脱左上角 这边又是一个潮汐之仪 好,我们来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清欢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仪的奖励 又会排场用场 那现在在我们的南方向 就下方 在我们头顶上 头顶上 这上面有东西 我们从这里 不是好不好 跑爬不好爬 南方向就下方 这里 好像是爬不太上去 爬一下试试 爬不上去的话 我们换个位置 往上爬 从这里爬上来 在这里稍微歇一下 稍微歇一下 然后继续往上爬 这里要用勾锁 勾锁 好,然后再爬上来 好,那这边爬上来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 地脱左上角这边往 这边走 沿着这个木板路走出来 在屏幕左侧 能看到一个炸药包 捡起来这个炸药包 然后回头 西南方向地脱左上角 是一个荆棘 烧掉 烧掉之后 这个荆棘里面 有一个炸药包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东南方向地脱右下角 这边这个荆棘烧掉 再跑过来 这里面又是一个炸药包 好,捡起来这一个炸药包 好,捡起来这一个炸药包 然后南方向就是下方 塔的这里 把荆棘炸掉 好的,那炸掉之后我们再 从塔的这里往爬 好的,爬上来这边点击駭路 好,这里把这个电路连通 把电路连通啊 好的,那现在我们再 爬到这个塔的塔顶 塔顶有一颗生霞 所以,那拿到生霞 在低头南方向就下方 这边有一个黄色的光点 跳下来 点击调查 出现一个基准起烊箱 捡起来很快的收获 捡起来这个起烊箱 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 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 好,那我们这一批来到 胡思亚右下角 这个中枢性标 好,到这里在我们的旁边 先过来触发一下任务 好的,任务触发过后 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往前飞 这里先来把这个 这个什么 潮汐之仪 怪清一下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 我们地图主来讲 这边跳过来 这里有一个枯木桩 打打了 这里面是一个朴素奇长巷 拿到这个奇长巷 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这边走 好,跳起来 这里是一波怪 来清一下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奖励 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边 这里有一颗生霞 飞过来拿到这颗生霞 拿到这颗生霞之后 我们再把四条转到 我们的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里跑回去 好,这边回来 能看到这里有个空物 捡起来这个空物 然后回头 把这个大石头炸开 里面是一个朴素奇长巷 捡起来这个奇长巷 我们再看到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一边走过来 好,这里 捡起这个四眼碟 然后往前走 好,给它炸开 我的炸开之后再 我们先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把这边这个四眼碟捡起来 给它带过去 好,然后才是我们北方向进入上方 这里跳起来 跳上来 跳上来 把这个火药 炸药捡起来 给它炸了 然后再捡起四眼碟 来带过来 好的,那这个宝箱就解锁了 我们来拿到这一个基准奇长巷 来的收获 拿到这一个基准奇长巷之后 我们再把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走 这里直接上山 好,这边是一个 那个什么解密啊 那在这个房子中间这里有一个电池捡起来 捡起来再也要它的右手边啊 这边过来把电池装进去 装进去之后 我们过来找这两个MPC对话 好,修理 修理 先给它修好啊 好,然后再和它们对话 好的,那这边这个宝箱就解锁了 拿到这一个奇长巷 物金拿到之后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走 雪下边 直接往下跳 好,然后再回头 这边下面这里有一个溢碎的石头 下来给它打,打掉 好,里面是一个朴素奇长巷 我们来捡起来 捡起来这个奇长巷 直接打开地图 我们传送回到中枢性标 现在我们去做任务 好,往前飞 好,往前飞 好的,现在我们 呃,叫我们去找那个什么 失踪的研究员 这研究员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一边 东方向地图一边 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跑过来 好,然后这个 这个什么背后啊 就在这里 好,给大家带离污染区 好,那现在要我们前往第一个污染区 我们先把石头转到我们的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里是一个荆棘 这个荆棘看到我们右手边 南,西南方向地图走在脚 这边把这个炸药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我们回头把这个荆棘给它炸掉 或者 这边是一个柱子啊 直接掏出枪手角色啊 直接掏出枪手角色 A一下 然后对面 这里A一下 接下来是我们头顶上 在上面 A 好,是这个 东北方向地图一边上角 这里我们直接上去啊 宝箱袋上面 好,A一下 然后过来拿到这一个 基准其他象 拿到这个其他象 然后再往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崖角 把这边飞过来 摸一下细生蝶 好,把这个 蝴蝶给大家送过去 把蝴蝶送到位 好,这里蝴蝶到位之后 我们再跟着任务之营 再跟着任务之营 再跟着任务之营过来 好,来和这个NPC对话 好,完死以后 掏出一个枪手角色啊 那这里我们直接A一下 这个目标 小飞机 好,接下来他 他射出这个光线 我们跟着他射出的光线 再来A一下这边那个 好,让他去连接到那边 连接到那边 连接到那边我们再跑过去 跑过去射一下这边这个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那这样的话 中间出现了一个箱子 来拿到这一个精密其他箱 物件旁边的这个 发光点辞去 好,那完事以后 我们再把射寮转到 东北方向 地图右转角 这边先去打这个潮汐之仪 先来打潮汐之仪 好,那我们奇幻怪之后 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头牢中 拿到奖励之后 我们再往南方向 丢下方 过来摸吸一声碟 好,这里我们跟着蝴蝶走 跟着蝴蝶走 好,走下来 顺手 南方向丢下方 过来把某点开一下 好,那开了某点之后 再往我们的东方向地图边 这边跳到悬崖边 这个蝴蝶 这个蝴蝶 给它摸回去 好的,那现在我们再往我们的 东北方向地图右转角 这边走过来 好,这边有一个 细声碟 这么多箱子 的中间 好,然后把这个蝴蝶也给它送回去 好的,那这边拿到这个潮汐之仪的奖励 诶,物尽其用 好,拿到潮汐之仪奖励之后 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 好的,然后再继续跟着任务指引 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往前走 好,那现在我们先把蝴蝶转到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有一个炸药包 把这个炸药包捡起来 捡起来 我们再回头 南方向地图消放 把这边的这个 经济给它炸了 这里面是空物 好,捡起来这个空物 然后把 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个 石头炸开 诶,怎么被炸动 好的,里面是一个 基准奇长箱 酬劳 捡起来这个奇长箱 那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跑过去 再跟着任务指引跑过去 好,这里我们把怪清一下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跟着任务指引跑过去 第二个 无览区 好,再继续往前走 好,这边再和它对话 好,这里同样 掏出一个枪手角色 A一下 这里再 给它旋转一下 再旋转 再旋转 好 好,那我们对话完之后 现在要我们去什么 第三个地方 我们先暂时不管 我们先把四角 转到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角 这边往前走 好,走到这里 Touch是一个潮汐之仪 好,我们来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 再继续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有一个宝箱 跑过来 跑过来 这边炸药包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在东方向地图一边 把这个 呃 树根上的这个 荆棘炸掉 然后掏出一个枪手角色 掏出一个枪手角色 这边 这里有一个柱子 打一下 我们旁边 这里有一个柱子 打一下 好,接下来是 我们的北方向进步上方 这边这个柱子打一下 好,这样我们 拿到这一个 基准其他箱 拿到的其他箱 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跑出来 这里刚被任务覆盖的 现在是有一个 潮汐之仪 好,我们来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已经会派上用场 那拿到这个奖励 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 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 好,观看 对吧 好,妈 好,我们下午得了 拍摄 感谢观看